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 速的延续为您呈现的水盐视频 西焰有海声音简单 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拆箱拆这个Blenderhooka LE系列 我们先开始拆箱 你看它的包装非常的帅 就好像你买个苹果手机一样 这个非常有打势 我们先拆箱 我们先把它的边缘的磨给拆掉 看看 非常的帅 而且很爽 好 我们打开 像苹果的感觉 哇 这个 大家看 帅不帅 最好有点灯光反射的效果 哇 好重啊 这个就是我们宣传视频当中 开头的时候 那个地球的形状就通过这个视角放大出来 大家看 哇 这个手柄 就重做工就非常的舒服 但是它这个里面没有灰胶管 没有灰胶管 但是它有一个盘子 哇 它这个盘子 就是 就怎么说呢 你这个盘子这样放下来的一瞬间 它就马上砍 就不会像很糊 它一点的糊 你看一点的糊 但你放进来的时候呢 你看它是晃了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好像磁铁吸附了 但却其实是没有 有没有磁铁吸附 好像是没有磁铁吸附了 就这个感觉就是 就好像这个磁铁一样 就这种感觉非常舒服舒适 然后它配这个正品呢 都是有这些信封啊 这些小纸片啊 我们看看有什么 哦 不是信封 它是一个 这其实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的碳呢 你看 大家看 就我们的碳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呢 碳的灰会掉到下面 碳呢在上面 燃烧可以持续的充分的燃烧 当我们再要用的时候 就拿把它放上去 就再把这个碳放上去就好了 就再把这个碳放上去就好了 这个这个哇 各种各样的细节都是 而且有个细节 我给大家看哦 你看这里是可以拧下来的 我先把这个碳拿下来 你看这里是可以拧下来的 这是一个内置的迷你的极油器 你看这是一个内置的极油器 而这种内置的极油器呢 就不会出现说 我以前存在一个非常悲剧的情况 这悲剧的情况怎么样 就我的极油器套在这个烟头上 然后上面再套进口的烟碗 结果没套完 就掉下来就坏了 这样子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同时呢 它可以把烟油尽可能的残留在这里 不会影响到水盐壶的这些味道啊 包括下面的液体都不会影响到 然后你看它整套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是它整体的这个 我把它拆了哦 我这是拧上去的 你看这都是拧上去的 应该是铝的产品色 然后加一些特殊的工艺 你看各种哇塞啊真的是 做工不一样就是不同 大家看哇 这个壶非常的重 我怀疑是不锈钢或者铜的 大家看它出气呢 它是从这里出的 注入在这里 把我们装回去 然后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就是下水管 你看它下水管是这样 旋转的方式 把这个消音的这个 呃 这一套呢 它内部也是做了很多细节的处理 这是一根 这是一根整体的车出来的 而不是一个磅料 就是大家在生 就我们做这个东西 做久了以后 你知道很多细节的东西 这些细节决定了 这东西的成本绝对不低 绝对不低 然后它这根柱子 它也不是磅料 没有任何的连接缝隙的 是看不出来的 就磅料便宜 就这么简单哦 那你好的东西 就会用好的材料做 做出来东西自然而然就好 你看它这个 这个应该是可以拧下来的 拧下来以后就这样了 这应该是个铝的 这应该也是可以拧下来的 这个拧下来 就这样了 整一套下来呢 就是好 这个没了 这个放下 这个放下 好像没有双印书 以前一般情况下 都会有一个什么 这个 随随 designer 什么创始人 写给客户的一封信 会有这样的 不过好像他没有玩这种这么虚的 好 我们装回去 然后把这个也装回去 好 好 这就是整套了 你收到的就这样一套 好 帅不帅 非常帅 我是觉得哇 这个 对我现在牙筒 其实我有点牙筒 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的 这是我第一次拆箱 打开这个blenderhooka 1L-E这个系列 那么后期还会 我们会拆那个 middle系列 还有那个rich middle 就是奢华金 富贵金系列 好 感谢大家观看 顺着研究会定呈现了 这个产品有货 欢迎下来 拜拜